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下一题 下一题呢,跟理化相关的是第五题 第五题讲的是死海的情境 那这边提到了湖水的蒸发量跟河水 跟降雨的补充量 那么看起来跟地科也有点关系 可是它的关键要考的时是 理化的浓度的部分 好,那这边有提到每公升的湖水 含有340克的盐 又告诉你每公升的湖水到达1.24公斤 那你就知道说1.24公斤的湖水里面 就含有340公克的盐 那就是溶质 好,那你知道溶液的重量和溶质的重量 是不是就可以知道盐分的重量百分浓度 好,所以这题答案是猪 好,那这个题目里面有没有提到湖水总共的质量呢 好,可以看一下,阅读一下内容 他只说河水跟降雨的补充量怎么样怎么样 大雨蒸发量,大雨补充量 所以就变成盐分浓度逐渐升高 但是没有告诉你湖水总共的质量 那你不知道湖水总共质量 当然就不知道盐分的总质量 好,那题目里面呢 也没有提到每年的水分蒸发量 好,所以呢,这件事情 我们只知道猪盐分的重量百分浓度 好,来看一下浓度在课纲里面 有没有提到浓度呢 好,所以我们来搜寻一下浓度 好,实际上是有的,对不对 就是容易的概念以及重量百分浓度 所以浓度,重量百分浓度是一定会教的嘛 所以在JB44,这边有提到浓度 好,这个就是第五题 好,这个就是第五题